印像的 那位 是李瑞 李隊長嗎 我是胡曉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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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赵红强准备抢劫许氏公司的提款车 哪来的情报 可靠吗 相当可靠 胡晓鸥说的 胡晓鸥 他真的跟赵红强有瓜葛呀 对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后说清楚 赵红强最近 要胡晓鸥提供许氏公司大宗现金的提款时间和提款流限 这个事后点我再跟你说 咱们应该马上制定个抓捕赵红强和吴大英的方案 报警局里马上实施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要不去看看 那谁去啊 来 赵红强 你去 我不敢 你的脑子里 是不是已经有想法了 有想法你得说啊 这都什么时候啊 赵红强买电二发子弹 就是为这事儿准备的 林医 这次是我们抓捕他的最好时机了 咱们千万不能错过 我觉得应该把赵红强引到一个 相对安全和僻静的地方 试试抓捕 避免人员伤 我马上向局里汇报 好 хорошо 做作业 把腿放好 坐正了 把眼睛弄坏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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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什么呢 我没看什么 功课做完了 还差一点 快去做功课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爸爸工作忙 今天晚上可能就不回来了 咱们小燕子乖 去 做功课啊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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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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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睿 你好 李睿 今天怎么来了 我今天没事 正好路过这儿 过来看看 不会吧 平时就等的时间 你都不暗示到 今天怎么了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没不舒服 我这儿心情挺好 对了 你这儿不让抽烟啊 坐吧 好 我给你倒杯水 你这房间里边 又添那么少新东西啊 你那边走的不一样 一个怎么办一小时 那个是计时器 哦 计时器 来喝水 谢谢 我说你这些都该休休了 这些叶子都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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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这些都黄了 你这些都黄了 你这些都黄了 你说我跟你说了吧 你天气怎么不理我啊 哎呀不理我我走了 哎呀不理我我走了 我那样的要拿起来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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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你坐 没事 你坐 局领导刚刚通过了 李队提出的 抓捕赵红强和他的同伙 吴大勇的方案 下面就让李队啊 把这个抓捕方案和这个细节 给大家介绍一下 多余的话我不说了 陈凯就这样 你们两个 扮成许氏公司的职员 从银行出来以后 开车直奔中南路 然后在五一广场坐转弯 往和平大街开 假装回许氏公司 如果发现后面有车跟着 你们就从和平大街路口右转弯 把他们往铁东区带 铁东区附近有个废弃的东方街厂 知道吧 知道 就往那儿带 一旦赵公祥和吴大勇发现有问题 不跟了 千万别慌 第一 别停车 第二 别追 马上和我联系 我们会和武警特警们配合 把他们逼进东方街厂 实施抓捕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还有 吴大勇和这个赵公祥手里 至少还有二十发子弹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在抓捕过程当中 他们敢开枪拒捕 就地击毙 啊 你说 你们两个的任务很重 只要你们把他们引到了 机械厂周围 他们就进入了我们布控的范围 对 现在看来呢 机械厂周围 车辆少 人少 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抓捕地点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知道吗 知道 老队长呢 他到铁东区布置警令 这次任务 离队负责 我要强调的是 要做到万无一失 要解决问题 明白吗 明白 现在 Okay 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说赵鸿强他们会在这条路线的哪个路段上出现 这条线可十几公里呢 这可不好说 赵鸿强和吴大勇 这两个家伙可鬼的喊 他们总不会在银行的门口等着咱们 是啊 要不咱李队干嘛那么心事动作 在银行门口给他拿下不就行了 胡小鸿给赵鸿强发的信息 他能收到吗 他总关着机 能收到信息吗 我觉得这个吧倒不用操心 因为这个赵鸿强啊 一直想抢许氏公司的钱 他又让胡小鸿给他通风报信 现在啊 他比谁都急着得到可靠的消息呢 没错 赵鸿强平时关机 但他肯定时不时地开机 看看有没有短信 谁啊 小鸿说 取款的时间提前了 提前了 提前了 哥 这回到了打开一场 这回到了打开一场 淘宁 钦 说到了 谢谢你配合我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队 李队 收到请讲 我们在中山路 具体位置 十五中附近 十五中附近 目标没有出现 目标还没有出现 好 知道了 密切注意目标 密切注意目标 好的 明白 李队 李队 我们现在中南路上 具体位置在210医院附近 目标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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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哥 五百万可不是小数啊 我从小到现在 我没见过五百万 要是咱们这笔也做成了 以后 咱们就吃香的喝辣的 李队 目标已经出现 好 按计划出现行驶 按计划出现行驶 听到没有 明白 各组注意 各组注意 目标 请不吝点赞 我订阅 我订阅 大家 李队 我订阅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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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重要的 roui 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呢 什么不对劲啊 从一银行到许致公司 不应该走这条路啊 那没准人家出去办事呢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什么问题 战友 这情况有点不妙 这把活儿可能做不成了 别急啊 哥 这可是五百万哪 五百万 就这五千万也不能做 这 在前面 又回 好 报告里队 报告里队 目标有所绝查 目标有所绝查 好 我知道了 全体注意 执行第二方案 执行第二方案 按第二方案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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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卡 乖啊 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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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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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心里听住 我知道今天是我的死期 我不可能活着从来走出去了 只要你放下武器 依然有申诉的权利 申诉能怎么样 还不是个死 在这个世界上 该死的不止我一个人 比我阴险狡诈 罪大恶极的人多的是 你要相信 法律是公正的 但是你自己犯的事 必须自己承担 当天 要不是有人栽赏陷害 我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已经说过了 你有申诉的权利 完了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是看着我长大 我从小没有父亲 一直把她当父亲干 我心里知道 她是带着遗憾走 人死不能复生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当年为了破获分成最大的阻算 我们全队向局里势力立下去宁中 嫌弃破案 可时间到了 案子没有破 我师父把自然全担下来 还辞了纸 她早晚 可安子至今没有破 九泉之下她是不会明白的 李锐 我们只要这么长时间 我一直想知道 你心里隐藏的秘密 可这些事情 你从来没有讲过 这些事情压在你心里 可能就是你发病的原因 我一定要把这个黑幕接了 把那个幕后老板找出来 让我师父含笑九泉 吴德勇 这回不用装了 真用上拐了 说说吧 说什么呀 你说说什么 你干了这么多事 这么快就忘了 你数耗子 廖脚就忘了 那都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是张工祥逼我干的 吴大勇 你和赵洪强的一切犯罪事实 我们公安机关都已经掌握得很清楚了 你的口供其实对我们不重要 我们是本着公平的原则 我抢过的车 就这一点 你们杀我两次都不过分 我清楚 我交代了也是死 不交代也是死 但是我想好了 你们问吧 想知道什么 你们就直说 我全料了 好 痛快 那咱们就从头说起 那是十一月十六号那天 还有一个名门 赵洋 están 我只能够 赵洪较 童子 干什么 你什么天哪 这是李子 记着啊 这些钱先不要花 也不要出银行 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 好的 仓库那两个人是你杀的吧 怎么回事 是 不过那俩孙子 他他们自找的 二位 你们这钱我们不挣了 下车吧 对 爷爷不挣就有钱了 下车 早收人是吗 快看 诶 动 快看 没想到他箱子里 一斤钱没有 全是一些什么白纸和一些票据什么的 就那次啊 太冤枉了我什么我都没拿到 你杀的人你还冤了你啊 啊 这两码事儿嘛 什么两码事儿 永宁的十万块钱是不是你们两个抢的 是我们俩干的 接着说 哎 那次啊 其实我们那次就想迷惑你们 叫你们以为我们俩跑到外省去了 你还挺聪明啊 我哪有那么聪明 其实这个事儿啊 都是赵鹏祥的主意 胡大人 别推脱罪行 你只要积极地配合我们公安机关的工作 我们会向检察机关说明情况 根据你的认罪表现 也会量刑处理的 知道吗 孙队 我肯定是配合你们的工作啊 对了 还有一个是 大龙是被赵鹏祥杀的 赵鹏祥为什么叫杀大龙 这我不知道 那董立怎么死的 你不会不知道吧 董立 是赵鹏祥杀的 董立死的冤 我这一半才认识的女人 就是她不嫌弃我 可是赵鹏祥 他不信任他 怕 怕他把我们俩的事都说出来 所以他就把他杀了 为这事儿 我还跟他干了一仗 刀八你认识吗 刀八你认识吗 刀八 我听说过 好像也是萧六一伙的 赵鸿翔为什么要杀刀八 这我就不知道 他人我都不认识 他怎么死的都不哪知道 好 我问你 赵鸿翔逃遇后 为什么要去找你呢 那还要说吗 以前 我跟他关系特别好 他看我比较忠厚老实 平时也听他的话 所以他就找我 赵鸿翔是不是找过萧六啊 找啊 他一出来就叫我去找萧六 天天鼻子我去找萧六 他都跟我急了 赵鸿翔为什么要找萧六 这我也说不清楚 后来呢 我问过他 他不让我 他不让我问他也不告诉我 为什么呀 他说 他想查清一件什么事 说是萧六害过他 还说他入狱是萧六害他入的狱 萧六为什么害赵鸿翔 把这事给我说清楚 我不知道 这个赵鸿翔呢 找到萧六了 上 这么多年 我做梦都等着这一天 说是谁陷害了我 真的不是我洪强 那是谁 陷害你另有其人 谁 我不知道 洪强 我觉得吧 胡大人身后 还有人 那那个人是谁 我真的说不清楚 萧六吓得脸都白了 他是 他说 不是他害的 是 后边还有个什么人 支持他干的 什么人 反正好像是一个 大老板 别人还都挺怕他的 是 张鸿翔认识他吗 他叫什么名的 姓什么 姓 姓 姓徐啊 还是姓徐啊 我想不起来了 反正是 是不是徐广石啊 想不起来了 好好想想 咱记不住了这个 亲爱 董事长 还没休息呢 没有 对了 公司的情况怎么样啊